在南港这一带 靠近南港老街这一带 它有一个很特殊的民间信仰 就是卓东宫 我们民间叫做家当宫 那因为其实我们对树木的崇拜 那是因为汉民族的文化观念 我们认为天地间旺物都有灵性 那老树我们都拜它 那民间一般都是取消工 那这棵树是卓东树 所以在当地南港这一带 把它叫做家当宫 那这家当宫 各位现在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 它这棵树 现在这是它的树干嘛 很高已经长到上面去了 那老师它是被整个建筑物包起来的 对 那然后呢 它这边有一个台北市受保护树木 为什么 因为这棵树是受保护的 那这里它基本上它是符合什么 台北市树木保护自治条例的标准 那它除了这个之外 其实它还特别有意义 因为它是本地的信仰的一个传奇 那在早年有一个信臣 那它原来是在这边 我们这个庙边边 以前是一个池塘 然后在这边抓螃蟹 抓螃蟹 所以本来是这棵老树 它的前面是一棵池塘 对对前面是池塘 以前早年很早是大池塘 然后它在那边抓螃蟹 然后再去卖 就这样讨松果 那有一次它在这边睡午觉 结果全东公通风给它说 你应该改行 你要去赶快去学中医 那以后你可以救人 同时还可以让自己身材有道 那后来这个人真的就听从 前东公的这个建议 他就去学中医 而且还真的学得蛮好的 也因此有一点积蓄 他还在台北市松山的饶河街那边 买了不少房子 那对我们前东公在这里 也是一个蛮重要的地方信仰中心 那原来帮他盖一个比较小的庙 那后来人力够好了 又帮他盖现在这个 比较大的这么一个庙 更像个样子 所以你看这个上南公 上面不就写茄冬公吗 就表示他这个信仰的祖神 是我们的茄冬公 我们看这个瓷砖的花纹 尤其稍微有点年纪的人 就会觉得很亲切 为什么 因为这个瓷砖大概是在 民国五零年代 我们台湾自己造的庄 那以前台湾的瓷砖 日据时代是从日本进口的 非常的昂贵 那后来我们台湾自己能做 这就是当年留下的一个岁月的见证 那时候为了还活泼 第一个你会发现 它是一个几核形的连结 几核形图案一直不断出现 那第二个呢 它后来又增加很多图案 你看这三片凑成一个葡萄串不是吗 然后这里是一个鸳鸯 然后呢这里也是一个鸳鸯 它是见证那个时候台湾建材 建筑材料的一个转变 其实也可以当作台湾从荣业转型工厂 所以大家口袋渐渐有钱的时候 的那么一个年代 好 这个就是杰冬宫啦 那杰冬宫在这个地方 其实因为地缘关系 跟那个南港的雀家 其实蛮有淹源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比方说正好来看到 可以看到这堆这么高的这个蜡烛 它是姓雀在就在边边雀家 他们所奉献的 那杰冬宫姓雅刚刚提到 它是一个民间自然崇拜产生的信仰 然后它还有一些配色的神 比方说这边有妈祖 然后也有地藏武菩萨 有观世音菩萨 然后在那一头还有观世帝君 还有土地公等等 我们这个庙事实上在本地 是相当受重视的 所以它到荣立七月的时候 它还有办普渡的活动 办普渡的活动还参加的还蛮多的 它是就我们这个府省 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民间信仰中心 是 老师你后面的这一个 有好多小抽屉的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我们这边的签签 我们明天外科的签签 那好我们就一起跟贵介绍一下 一般人可能会觉得说 我去庙里头抽签 到底是不是合乎科学 因为如果用理性的观点来看的话 可能觉得说会不会有疑虑 可是我跟各位讲的不会 做个比喻 因为千诗基本上 它是一个早期读书人 它的一个作品 然后拿到庙里头 又变成民间民俗的一个转叛巧遍 这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 沿着那个研究院路这样子走过来啊 看到这边有一座 看起来古色古香的一栋建筑物 对 感觉是也是很在地很有历史了 对 这栋房子就是南港很有名 所谓的雀佳古厕 那他们的祖先大概两百年前 从福建的泉州那家移民 但他最先不来南港 是在现在细子的横柯 大概在那一带 那之后呢 再移到南港来发展 那缺佳后来 因为经营那个砖窑业 还有煤矿业而致富 变得非常有钱 而且他们在地方上也产生很大的影响力 甚至于像南港镇的第一任的镇长 民选镇长 就是他们缺佳的人出生的 还有呢 这个房子在民国106年 被台北市总统指定为历史建筑 为什么 因为它的发展跟整个南港地区息息相关 它见证这段岁月 是 那要怎么说 他们 老师你说它跟这个 他们缺佳的发展跟南港地区 其实有相关 对 所以是跟他们早期经营的煤矿业有关系 对 对 有关的 经营煤 因为像我们现在看到前面的这个地方 这一带其实当年它就是 土砖 明天叫土砖 简单讲就是堆积煤矿的地方 然后这里又延伸了 建设就是待会儿 我们会看到那个南港 习惯叫南港老街 那南港老街 当年就是有那 运煤的人去推的那一种 小小铁柜 铁柜 对 就是他们在运煤 以前要透过基隆盒去运送 最早的时候 透过基隆盒 所以培矿挖出来后运过去 然后再上船 对 然后运到就是要 其他地方 对 而且因为基隆盒的关系 这里有 那个土质是非常好的 所以他们缺佳又发展 自己有砖腰厂 做砖腰厂 这边的土质可以拿来做砖块 对 很适合 对 装腰厂 所以它缺佳在这里 非常的重要 它等于缺佳在南港的发展 就是见证南港地区的发达过程 就是这样子 各位你看 这个地方相当不容易 它的那个红砖之外 红砖在台湾嘛 红砖之外 这些石头的材料 还有那个木料 当年的木头的 用于建筑这些木头 都是从中国那边运过来的 那这非常有钱人家才做得到的 而且这里面甚至还有枪筒 南克达克的沁康 就是防卫 怕人家来偷袭或者来抢 他们还有沁康 你就知道它都有钱 那民间的传说 我们常常就是 文化管理 相信风水嘛 那一直民间传说 这个地就是所谓的牛棉穴 说牛棉穴 所以他们很有意思 那早年的话 这个屋子上面 正厅正厅 正厅上面是盖茅草的 客厅的地上 正厅地上是铺茅草的 而且他们很讲究 那个茅草还从宜兰去拿来 台北地区留的那个草越来越少 所以从宜兰我们去拿过来 他找品质比较好的茅草 就很讲究这样子 有这么一个有趣的传说 是 我们现在来到南港的中南街 听说这里也是一条老街 然后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呢 是南港的基督教长老教会 这个教会蛮久了你知道 它在1874年的时候就创立了 它是马街当年在北台湾地区所创办的元老级的基督章老教会之一 那今年正好是马街博士到台湾来传教150周年纪念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教长会想到早年很多事情 因为这个教长很有意思 他当年盖好创办之后呢 八年才八年然后马街把这个教会的业务活动 传播福音的活动都移到现在的戏址去 然后在那边待了几十年 四十六年之后又才回到南港正江来继续传教 所以那这个教长的存在很重要就是见证早年戏址 以及南港这一带有关基督教的传播 福音的传播的历史是一个很重要的见证 是 所以他们现在后来就四十多年后又再回到这里 重新盖了这一栋址 他其实是这样 他回来以后他有先盖 盖了以后又拆了两次 又拆了两次 然后最后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面貌 为什么会被拆掉 他因为第一次是因为白蚁的关系 白蚁也会对 因为那时候白蚁的寝生非常严重 因为那时候是木造建筑 所以会被白蚁吃掉 不是 除了他还有竹子 对对对 所以他那个白蚁很严重 那时候拆掉虫盖 那后来又碰到一些特殊的情况 所以宗教上所谓的异象 那然后就是拆掉虫盖 总之他回来南港这里以后 曾经经历过三次的新建 那这是我们看到现在最新的面貌 我们来到这个中南街 它也是一个老街 那我们现在看到一间 看起来很有历史的这个中药行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招牌 文昌堂国药号 而且还荣获台北市政府优良中药商 还有商业会的优良商号 哇 看起来真的很厉害 那它之间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 中药店在我们一般的印象里面 它可能是一个比较老的传统行业 可能相对的保守 但是我们这个就我们所知道 这个文昌堂是不一样的 他们除了在这个店面 为客人的需要做一些服务之外 他们还是有脸书粉丝业 甚至还可以为你做快递的 寄送药材的服务 还有甚至连振青券 你在这边都可以使用 在整个这个中南街 其实这条鸡鸡 我们以前叫做凡鸡鸡 南港斋斗 我们叫凡鸡鸡鸡 凡鸡鸡鸡鸡 凡鸡鸡鸡鸡鸡 它是一个跟人一模一样的重要点 如果有趣 我们就在这里看看 我已经开了 七十一年来开开 对 就是这里以前就是 就是让凡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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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有席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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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因為以前沒有中蕭東路 沒有研究院路 這裡都要為這裡經過人 和四分和中華共產業都要為這裡經過 所以以前很老的 很老的 對 我們這裡對這些建材的建材 也知道它開始有相當的歷史了 對 相當的歷史 這裡有很多美航 美航譬如我們以前他們沒有什麼細胞 如果有一個細胞都是用米來做 所以以前有一些東西 我們很小孩還可以黏 黏著它過二、二、三、五、十、五、十、六 油飯、七、米湯 這七樣的東西都用米做 都很好吃 對 所以我們現在這裡很大雞 還有一些米香醬還在 有啊 還在 這個十歲的人以前叫做鎌馬店 對 鎌馬店以前其實也是一個 因為以前比較沒有什麼 社交的機會 對 十歲的人都要站這裡鎌馬店 尚度也很辛苦 對啊 就是我們親衛啦 對 要的天啊 買一買一買雜貨 對 喝黑漆 喝黑漆 對 所以那個大政策一年開始嘛 對 好像我們有以前把芝麻油嘛 對 對 好像把芝麻油 好像把芝麻不會超過 對啊 對 對啊 對 因為那個 我們以前說 就有十人做過了 都要麻油 以前有 麻油去 所以 加護軍 會大小用力 大家都來這裡買 就能去麻油去 這樣喔 對 對 我們還有 我們還有 參辦一個林德勝校圈基金會 對 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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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三十九屆啦 他在民國七十二 民國七十二 五月 設備 好像是這個時候 對 對 因為我們這個 白面 白天的這個不修鋼這個 它是南港區公所送的 很不容易 因為它表示我們這個店 真的非常在地化 那就類似 我們剛才說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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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港教會 對 他見證 他以前看過的食證 媽媽有去食證 團 團 我們這台 看我們這裡 意思是小聲 不是我們正檢 在南港 你如果不說我們正檢 怎麼說 說不妙子 就說不妙子 差不多就是 這些人 山頂的人 對這些人 如果有來 都來這裡 這樣喔 你說我們 那個肥子自己 在那裡 山頂要你 我自己山頂 舊上車 舊上車 我自己 我自己穿去 那裡去 去的時候 問問他說 他以前就是 走路來到我們這裡 來到我們這裡 你說那個 沖床 沖床 對 沖床 實際的深坑 對 以前附近山上的人 都要來這裡買東西 對 以前都要走路 也不覺得很容易 以前大家都有關係 南港突然說 當地人都把它叫做 南港媽祖廟 媽祖廟 那他現在是以 供貨媽祖為主神的廟 但是當年 最先開始不是這樣 最先這個廟 是在我們南港 有一個地方 叫做 敏辣化叫做 山頂寶比 在山頂的 那後來土地公廟 因為在軍方 在軍營裡面 本來裡面 大家要拜都不方便 所以就搜到這裡外面 搜到外面 搜到外面 他們就覺得說 因為以前要拜媽祖 都要去北港 新港請媽祖婚姻來這裡拜 都會說 不然我們自己 我們在賺媽祖來拜 拜幾乎 大家被認同 因為他還蠻靈驗的 我們就說 南港沒有媽祖廟 這間就是南港媽祖廟 所以他是這樣子來的 那先講說 土地公廟 土地公 現在常常說 參討 全部會討厭 意思是說 我們要拜其實很方便 到哪裡都可以拜 但是早期不是 舊華人的文化裡面 土地公最早 是有土地所有權的人 才可以拜 在夏朝的時候 他皇帝這樣規定 你有土地所有權 才可以跟我拜土地公 那這就衍生一個問題 因為帥徒之兵 孟輝王祖 所有的土地 通通都皇帝 當然他可以拜 他有所有權 那其他這些 就算大官 你沒有所有權 你也不能拜 除非有幾少數 因為什麼公的 皇帝賞他幾塊地 對不對 他也可以拜 所以全中國能夠 拜土地公的人 其實非常之傻 那延伸下來的問題是 民間認為說 不對啊 因為我們一個人 從出生到人生 最後一趟去山上 那所有吃的喝的穿的 什麼東西都從土地而來 我應該感念 土地的恩責 我應該拜土地公 謝謝他才對 可是皇帝所有 土地所有權的人 才能拜 那這兩個觀念 就互相激盪 一直到了春秋戰狗的時候 皇帝讓步 皇帝讓步 我們現在談的是歷史 那皇帝怎麼讓 他說這樣好了 我知道你們很多人 都想拜土地公 那這樣好不好 包括我們這官員 現在沒有土地所有權的 一樣也可以拜 那怎麼辦呢 這些官員 就請他們到一個春落 這個春落 原則上有一百戶人家 也要回到春前 一個春落有一百戶人家 算滿大的春落 你現在跟他們做成 跟八十做成拜 那現在延伸下來就是說 官員要來參加 拜土地公活動 很多人 那總會有人出來主辦 這個主辦人很有意思 他是一個官的名字 官名叫做富老 我們現在去看那個選舉的時候 常常有人上台就先講 各位古老兄弟親愛 各位富老兄弟姐妹 其實富老當年是官 一個主辦拜土地公活動的官員 也幫忙這個地主管這個地 那春秋戰國的時候 那個時候拜土地公 然後結果還可以聚會 就其實變成我們現在民間 所謂的吃脫離公活 拜土地公的時候一起信眾 一起聚餐 民間跟著吃脫離公活 這個習俗的由來 而春秋戰國更妙 那個時候你要拜土地公 以後再一起吃飯 是由政府被預算的 是喔 對由政府被預算 那土地公在台灣的 如果說回到南港來講 南港地區他們曾經做過統計 南港地區的宗教信仰 事實上是非常恐慌的 它有一關道有基督教 有天主教 還有各式各樣的宗教 那但是如果就以廟宇的主神來講 最多的是土地公廟 最多的是土地公廟 那我們這個廟剛剛提到的 最早就是土地公 今天都多脫離公的信仰 所以剛剛可以看到 工作上有那麼多豐盛的供品 是信眾拿來拜拜的 所以這樣子看下來 老師我覺得 就感覺就是南港這個地區啊 就是民眾的這種 在地的連結性感覺很強 對 因為我們剛剛一路這樣看下來 對 而且因為它涉及到 對自己鄉土的認同 其實它沒有那麼政治 如果我的主席很難得到 我就覺得我有感情 是這樣子啦 那至於我們這邊的 富南宮現在被沖回媽祖廟 我們要談一下富南宮的媽祖 很了不起耶 因為我們台灣 台灣有一個很重要的活動 在北台灣 它叫做北台灣媽祖文化集 已經辦了十幾年 當年最早是未來台北城 清朝的時候蓋了台北城 要辦活動 要紀念活動 結果大家就在找 當年蓋台北城的時候 那個媽祖到哪裡去啊 然後延伸辦了一個 北台灣媽祖文化節 它的活動很廣 大概是從苗栗 因為清朝的時候台北府嘛 大概從苗栗 然後完北新竹 到桃園 新北市 台北 一直到基隆 宜蘭 這麼大一個範圍 這個媽祖廟都會來參加 而我們這個富南宮 在民國97年 也就是2018年 它主辦了北台灣媽祖文化節 那也可見它的影響力很大 因為一般辦一個 北台灣媽祖文化節不容易 這範圍太廣了 要邀的宮廟太多你知道 也不是說有錢就能夠辦得出來 包括它的 甚至要資金 還要韓脈 對 通通都要 然後關心要好 對 對 對 所以是很有人意的一個 這麼一個廟 我們應該也不能小看 然後還有一些香客來拜票 剛來的搞不清楚說 奇怪 我們這個媽祖 為什麼在她的邊盤 還同時奉事寶儀大夫 他其實有一個故事 他是因為在日據時代 清朝還有日據時代 他們在農曆正月 贏什麼時候 因為南港這邊也種茶 很重要 我們都知道南港 南港的茶葉很有名 那木渣那邊也種茶 所以他們呢 因為當時沒有奉奉寶儀大夫的金身 那他們就每年有個茶葉 要走老街 就去木渣的中村廟 請寶儀大夫分身來這裡 做點繞境遊行 那後來 因為剛剛提到 這個廟從三寧寶比 就南港的三寧寶比 搬到這邊來 搬到這邊他們就說 能不能就幫寶儀大夫 那供奉一個金身在這個地方 所以他是這樣子來的 他見證當年寶儀大夫在這邊 幫了大家查了多少的忙 有這種很特殊的歷史 也是見證了這邊的這個茶 就是製茶的這個產業的一個歷史 對 種茶製茶產業 跟寶儀大夫是很多關係的 像這個在那個寶儀大夫 門甲的青山宮 我們常常說 寶儀大夫人 他那邊他一樣可以拜寶儀大夫 也是因為清朝的時候 那個寶儀大夫 金美這邊跟木渣中 寶儀大夫的影響力是很大 大概北台灣地區 很多地方 只要要走老街 就像我去那裡 請寶儀大夫來這裡做點餐 所以從這裡看著 就看著那個 門甲那個江 為什麼也有寶儀大夫 你覺得他老街都有這樣 就是這個意思 我們這個寶儀大夫 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它有一個 我們叫做半年節 就是鼓勵大家找人 那天晚上 半夜 11點開始 這裡 因為我們民間習慣說 這天開天門 通過報運求福氣 所以它這個 在農曆6月6號晚上 晚上11點 這邊就開始有活動 成開部業 一直拜到第二天 這是這裡很特殊的一個習俗 那你到這邊來 他們會請你吃壽麵 吃湯圓等等 非常的熱鬧 是很少見的一個 廟宇的夜間活動 因為南港地區 我們都知道 它當年有煤礦葉 有茶葉的活動 這是最主要的活動 但是這些活動 基本上都要透過基隆河 跟外聯繫 而且還有包括它的磚窯葉 修正 所以跟基隆河是很重要的 那基隆河這個河很特殊 它在明朝重溫皇帝五年的時候 才被西班牙人發現 所以基隆河最早的時候 它的名稱不叫基隆河 是西班牙人幫它取了一個名字 叫基瑪遜河 歡迎名稱 叫基隆河 那西班牙人發現 基隆河之後 整整過了半個四季國 等不了大清帝國才來到台灣 大清帝國也搞不清楚 這套河到底叫什麼名字 所以那個時候 它有各式鋼的名稱 文獻可以看到 這套河有時候被叫大河 有時候被叫大溪 有時候被叫大溪 有時候叫什麼 反正甚至還被稱為 叫淡水河 通通都有 那等到日本人來的時候 189年日本人來了 他當時到台灣 他就已經知道基隆河有產殺雞 他才有停嘛 所以他就派一個工程師 做基隆河有系統的調查 這基隆河有系統有規模調查 第一次正式的調查 這個工程師名字很有趣 我們男生有時候會開玩笑說 好像很厲害很省有幾次幾次 這個工程師名字叫做石井 石頭的石井水不換河水的井 叫石井八萬次郎 過厲害吧 好 那這個石井八萬次郎 他就把基隆河做個有系統的去調查 但是他在總要做個報告 做報告的時候 基隆河還不叫被基隆河 有時候他在報告裡面 有時候把它叫基隆西 有時候叫基隆川 河川的川 有時候叫基隆西川 那基隆河 現在我們常講的 基隆河這三個字 是什麼時候才開始 目前所能夠看到的地圖上 我們日本人留下來的地圖 是在大正15年 也就是中華民國15年的時候 有一張地圖叫做大台北地形圖 那在大台北地形圖裡面 我們第一次看到現在稱的基隆河這三個字 所以它被稱為基隆河 其實歷史也不是很久 中華民國15年嘛 大正15 那其實也不是很久 也差不多就將近100年而已 那基隆河它蠻特殊的 台灣最長的河流是左水溪 流域最廣的是高平溪 那淡水河是全台灣第三大河 而基隆河它不過就是淡水河的支流 可是很有趣 在全世界河流的開發史上 基隆河流泥 只有它流泥 為什麼 因為基隆河的開發跟它很不一樣 一般人 因為早期農業灌溉等等 都是很能工的方式嘛 所以比方說我到了一個地方移民 我到一定 我一定是找著那個河邊 但是靠出海口的地方 也就是下游 因為下游一般來講 河流地勢比較平淡 比較容易去耕作取水方便等等 所以我就先來 我就站著河流的下游 而如果第二個人來 它只好在晚上 第三個又晚上 所以基本上一條河流的開發 就從下游晚上有開發 很少例外 但基隆河例外 基隆河是從上游晚上有開發 所以它在世界河流的開發是有名 它必須 這我們必須去特別提到它 基隆河的開發 是從哪裡 從三角嶺那邊開市 三角嶺 我們知道三角嶺 那是西班牙人發現的 你們哥哥 西班牙人當時也搞不清楚 這個地方叫什麼的名字 他把它叫做Santiago 所以三角嶺想抓一個Santiago 後來因為轉音 轉音叫做三角嶺 那基隆河是從上游晚上有開發的 基隆河大概從 它是在這個 新北市平溪那個地方 有一個地方叫 觀音山 觀音山 觀音山的本來有一個棟 叫做觀音棟 它是從那裡開始老的 那大概從發言一直到 瑞芳正江通常沖為上游 學術上來會被研究 大概沖為上游 從瑞芳一直到南港 沖為中游 南港以下就是基隆河的下游 所以也可以看出南港方面的重要性 就是它從下游晚上有開發的 這基隆河蠻特殊的一點 音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